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苏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吉隆坡Major的败者组决赛 那么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首场比赛 EG对人VP,BO3的第一场比赛,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阵容 那这场比赛EG是拿出了,继续去打这个TB,TB王 然后在第三手掏出来一个毒狗,这样的话是TB加毒狗的一个阵容 第四手九仙在VP拿出来这个幽鬼这个英雄以后呢 最后一手EG扳掉了一个宙斯,然后果断的掏出来一个拉西克 这样的话VP的这个阵容的话多少点偏后期,而且防守能力现在比较差 那么EG的这个阵容则是一个标准的速推阵容 这个毒狗加上TB,再加上拉西克和九仙 这四个英雄都是推进非常强势的点 那么从九仙和斧王这两个英雄来看 ZGS4应该是去打九仙,然后斧王去打一个辅助位 斧王毒狗双辅助,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这个五号位九仙当然,三号位斧王,这个可能性都有 最后一手VP选择是给诺安拿了一个凯尔 用诺安的这个凯尔来作为一个主要的防守点 TRADE的四号位斧王,五号位的一个FLY的这个毒狗 我们来看看这个VP,蓝美西斯的优鬼,九派萨的三号位死灵法 SOLO的五号位火轮圈和ROZ的四号位人马 双方都是把最近的这个最火的一个三号位 一个斧王一个人马就是改到了四号位 然后在三号位位置上的这场比赛是用了两个 在这个作战能力上更加明显一些的英雄 当然这个从装备的依赖性来说 九八仗的这个死灵法还是依赖性要更高一些 感谢ROZ咱们跑跑哥85892的大飞机非常感谢 我看咱们这边有观众表示说VP不挖坑就能赢 VP挖不挖坑这场比赛都不是很容易 这场比赛 首先他这个阵容前期不挖坑就不容易 先手距离都很短 也就意味着在中路对于这个拉希克的一个游走会非常难以形成 对线方面呢 TB这个英雄这场比赛在前期本身又是一个 虽然说TB前期也并不是很凶 也不是很凶 但是这个优鬼就更不更弱 而且从前期的这个酱油对线来说的话 斧王跟这个毒狗两个人的酱油位在边路的一个影响还是更大一些 毒狗呢又很克制死灵法 他除了可以配合TB进行一个速推以外 他又很克制这个死灵法 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救人 那么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这个 又是一个5号位救人 加上这个TB的一个前排换血 形成一个开团点 这里VP这个习惯性的 一上来先打赏一波对面的这个中单啊也是 这里一上来这个苏妙先被疯狂的打赏一波 那时候现在小路没人用是因为被削弱了我记得Ti 那时候现在小路没人用是因为被削弱了我记得Ti 小路这个英雄 他没有被削弱 小路是真的没有被削弱 他现在没有人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作为3号位和4号位而言没有空 现在大家更习惯的去用这个3号位和4号位提供一手空 就是现在不需要输出他 不像以前对于这个3 4号位的小路 这个输出要求更高一些 这里关一下 关一下以后呢 王看看这个时候他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点灯 加的是点灯的话 那么这样的优鬼直接一张TP就可以了 直接一张TP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TP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这个再追追不上 那么这样双方都是两个神符 各自控两个神符 前期的一个对线的话 TP要对的是这个死灵法加人马 还是压力会稍微大一些 主王来上路去保的话有可能会保不住 毒狗来上路去保这个TP的话 我感觉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下路 就是他如果是没有让这个毒狗去上路 保这个TP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选择是 让对方的这个优鬼承受一个更大的压力 因为从对线的这个英雄来讲的话 不管是用人马 还是用这个霍兰之源来保佑鬼的话 都是打不过对方这个毒狗的 不过毒狗一级升的是个关 这个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这里苏妙利用站位卡了一个对方的这个卡尔的天火 卡了一个卡尔的天火 卡尔本来是想用天火去把这个远程兵给补掉 但是呢被这边卡了一下 他说完全不关注聊天啊 怎么不关注哪个聊天你说的是 这些斧王刚一上来也是很坏啊 这个地方 因为人马这边呢选择是去控制一下兵线 控制波兵线勾回来以后呢 死灵法导致死灵法前排没有兵 那么这样的话呢 肯定就会被这个对方的一个斧王给上一个点灯 而是没有办法去解 这波也耗掉不少血 从前进的一个补刀来看的话 目前拉米西斯下路的优鬼呢 这个补刀经常会被对方这个用关加拍地板这样去消耗 也是比较弹的 这二级了二级了 压了一波等级一级一波 好坏啊也是 他压你一波等级以后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短时间内的一个等级优势 加上这个多一个技能过来吸附你 TB目前的不到是7-6 那人马呢在把这个兵线勾回去以后呢 死灵法目前是5-1 天火不是只伤害英雄吗 你这个 你这个是哪哪哪哪看到的这种信息 谁跟你这么说的你把他打死了 你说 这两层毒还要不要接着蝶呢 这个地方没有接着蝶 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芒果 这个毒狗现在身上还有 他身上还有三个芒果 他要想继续叠的话 吃个芒果可以接着叠 天火这个技能自诞生之日起 他就是对任何单位都有伤害 因为我在早期用这个卡尔的时候 非常喜欢用这个天火在游戏的中期 在拥有一个高等级火以后 可以直接秒这个远程兵 我很喜欢用这个天火直接去秒这个远处的远程兵 来作为额外的一个经济收入 看一下这家DZ DZ这个血量啊 DZ这个血量也是真的悬啊 这里Cred在追 他现在应该是要拼脸了 拼脸拼脸 康塔拼脸 康塔拼脸 这个地方就是不转 就是不转 哎呀 这个Cred 康塔拼脸没成功 结果被对方反上拿到了一血 来说这样的队伍EG如果现优 是不是胜算大一点 EG这场比赛这个阵容主要是看他的推进节奏 起来的时候有鬼什么装备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这场比赛Cred也是前妻这个脸是真的有点黑啊 如果他的脸没有这么黑的话 刚才这波应该是可以去杀掉对方的这个死定法 他多转一下都杀了 然后就是一下都不转 看看这个人马过来 一个急冷 这里孙苗还在不停的跑 揉着呢 这个地方追上来 给上一刀踩卡尔天火 nice 这波一刀踩加上一双刃剑直接踩死 看看旧派站 旧派站在被对方这两个人在追杀 啊这个福王下一个点灯的CD马上转好 给上一个点灯 烧掉你的大药 福王这里还要追 还要追 是不是有点难了 这个死灵法的幽魂护照CD快转好了 福王应该还是要再给到下一个点灯 再给一个平衡 福王点灯还有两秒钟 一秒钟再给一个点灯 不理你了 这根不理你了 因为点灯这个效果没法被反捕 硬生生追着把对方用点灯给烧死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 而且最关键的是 刚才的这波追杀对于谁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呢 对于这个有鬼 对于TP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中路这个人马过来中路去帮忙了 死灵法呢又被这个福王给追死了 这被福王给追死了 所以这样的话TP等于在线上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攻捕 这里TS给上一个技能 福王过来一个点灯 三级的福王 有好吗 好像没有好 这马过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直接被给上一个电减锁 那么毒狗再接着叠两层毒 这会儿노爱也是赶紧着急补一个刀 把这个山上点灯的效果给去掉 下路的捕捕方便目前这个游鬼是28-1 比这个上路的TP还肥一些 TP现在24-10 哎 TP怎么上路这么长时间没正补啊 这是什么意思 冰线的位置太差了 TS过来 TS的攻击目标找的是九趴炸 但是毒狗跟这个福王两个人描的 又是对方的这个人马 嗯 这边等人马用完技能以后 卡尔这发天火炸到的里养个人 这样的话没有伤害最后 人马的这波是给了一个双人剑 那么但是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击杀 这波稍有点亏 话说这场比赛我好像忘了开加速器了 忘了开有加速器了 这有点小尴尬了 好 看来这里卡尔一发天火 加上这个Solo的一个Shit 前C这波被打死了 现在VP在前期呢 是拿到了一个 3比2的人头优势 感谢波观众大佬 这个是银行 银行大佬的打赏 想念北京的炸荡面和炒杆 大叔加油 谢谢 TB在上路目前是34-14 反补倒是真的不少 反补是真的不少 那么中路的卡尔跟TS两个人呢 苏苗这场比赛明显在这个游走方面做的 比这个No One要多一些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这个EG 诶 EG这波给苏苗亮了 这支援的速度是真的够快的 Solo在这个地方埋伏了很长时间 看到这个TS想上来消耗都是直接就是过去一个G 了 再加上一顿输出又给开打 赶过来以后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里上路看看 打一发天火 nice TZ这边又被一个天火收掉了 这场比赛这个边路 呃卡尔的天火配合这个人马的一个采加双刀剑 确实打出来的效果相当的好 Solo又是跑到了上路 而且这个游鬼也上来了 苏苗在活了以后TP到了上路看一看 但是这个上路又有一个塔后眼 进攻也是打的比较凶 TP是转移到了下落 这个苏苗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看看这个点灯没有给 一个时间没有给 人马在侧面 所以这个府王现在如果要动手的话 压力很大 这里给上一个电 这个游鬼 这个卡尔给上一发天火 又是直接秒杀掉了一个府王 还剩一个苏苗自己一个人 这里开着大招给一个电 这个地方要1v4吗 你这个 伤害虽然说很高 但是对方人要确实有点太多了 确实有点太多了 这波 这波其实苏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自己的所有的输出都打出来了 一波打了2000多输出 但是没有能够形成对于单一点目标的输出 打不死人 是很尴尬 那这样的 VP在前期是拿到了一个7比2的人头数优势 这个 人头数的优势确实是有一点大 但是经济方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这里又是这个 对于虎王过来 一个踩 双人剑 一个斩 直接斩死 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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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有点惨 这个98直接是选择TP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加速的熊猫九仙 双方人头数来到8比3 九仙的经济呢 由于在下路前期发育的比较不错 也一直没有被人针对 再加上刚才上路的这波单杀 经济现在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TP的经济虽然说一直在被怼 但是还是比这个幽鬼要稍微多一点点 现在双方主要的经济差 是来自于这个 呃 中单 TS的这个经济稍微有点惨 这一看看 看到了人马 关一手 给上一个撕裂大地 中 开大 开这个恶魔吃令 然后一套金龙带走 看看这个支援过来的人很多呀 而且很快 TP这块直接变身 卡尔天火 躲一波 炸道过来再抢你的神符 美滋滋 呃 九仙在上路还空了一个神符 那么这样的话 看看腐王过来给上一个点灯 TP再往前跟 这个时候 腐王四级肯定是有吼的 吼住一个 那么这样呢 给TB 给上盾和鸡 直接A死 Solo这个地方还差一下 诶 这 这有点尴尬了 给上一个点灯 不过这个点灯的伤害按道理说 应该是不够的吧 但是幻象上去A了一下 但是幻象上去A了一下 看看中路 对 20换4 20换3 他说 有刚打赏的名字叫行银 不是银行 这里 哎呦这个 天火炸过来以后 再加上一个斩 又是斩死了火 有时从电话登入 油管的名字是 不会倒转的 这个我没办法 这个我 我自己这边没办法区分呀 我这边确实 直接看的话 确实没办法区分 哪个是正的 哪个是反的 很憋屈 在经济方面呢 前四爷的这个9000 也毕竟这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主刷的点 而且这个9000 在拿到团团以后 也是 呃 只不停地需要去拿自己的大招 去找机会开团 或者说是抓人 带节奏 而其他的点线 经济尤其是中单的点线 挖空挖的有点深 团队经济被对方拉开了1000加 他说决赛比有几 决赛比有五 看看这块想三个人过来想找一下这个死灵法 但是没有找到 诺万呢则是在上路 呃 这里扔一个陨石 TS赶过来以后 往这个树林里边追 卡尔现在手里面是有隐身的 有隐身 这里切个隐身过来以后 撒一把粉 抓到 这个技能 哎呦 这个卡尔 再给上一个波 幽鬼开大 带四啊 幽鬼本体传过来了 传过来了 这个地方 而且能够杀掉苏妙吗 看一下 九仙现在的技能 第一时间死灵法师先杀掉了一个弗赛的毒狗 结果反身一堆技能 再杀这个拉米西斯的幽鬼 没有成功 九仙这里还剩一点时间 还在拼这个拉米西斯 让他九仙直接出来以后一个跳刀开溜 哎呦 这波团战VP打得太完美了 卡尔自己一个人把对方一圈人秀了一脸 引着身出来以后呢 先是吸引了对方一个洒粉 然后第一时间用吹风 把对方最远距离控制的这个毒狗给打 给控了一下 这毒狗没来的机器去关 简洁这幽鬼开大直接跑到后排过来去切这个TS 然后自己的对其他队友支援过来以后一波反打 这个确实是有点溜 看看这里点灯给上以后拍个地板 这块一个天火给上 nice炸到了松料 这个就是死灵法大招没给 大招如果第一时间给了的话 这个是可以反杀的其实 卡尔刚才那波有观众说有个有个有 有个这个陨石又炸了 刚才那个位置他的隐身是临时切的 所以比较可惜没有来得及去弄陨石 现在经济方面呢 就先跟这个TP的经济 倒是都保持的还算是凑合 但是卡尔跟这个死灵法目前无解肥 有鬼的发育速度也是正常 而且或者说是不错 那么 这个TS的经济现在确实有点拖后腿 这没办法这样比赛 孙妙的TS不能说打的不好 枪比赛只能说VP实在是 太秀了整场比赛打下来 输RTZ连用四场TB 为什么的对手都不搬球姐 因为需要其他的需要搬的英雄更多呀 陨石之前用来清兵线了 对陨石之前是清了一波兵线 而且就算当时有陨石也切不出来了 他从树林里面切出来 跑出来的时候 手里面是切了一个隐身 然后手里面攥着一个这个 攥着一个吹风 然后出来以后第一时间是回头甩了一个推波 如果不是甩了一个推波的话 那个地方他还是有可能会被追上 现在TB的经济呢 在努力的往上追 这个TB的经济往上追一追的话 还可以 九仙现在是真的需要去打架 他这个有打招的情况下 必须要找机会跟自己的这个 富王还有TS 毒狗这些人去打架 绝对不能跟对方这么互刷 互刷没什么前途 对就这样过来去找 这个码直接开大 关一手 出来以后呢 你再想加速它 直接吹起来吧 看一下一个石道甩到脸上 净化一下 净化一下 没有去给净化四层了 再一个石道 直接毒死安奈斯 这个就是九仙这个英雄 跟其他的英雄相比 他的一个优势 就是没什么装备上的需求 没有什么装备需求 有一把跳刀前期就能到处去打架 那稍等我儿子在呗 我有风了 我去跟他说一声 看这个TB也在下落这里 有人把个小材双人箭天火漂亮 还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套技能组合 S4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危险 因为他现在是没有大的 直接选择是一张TP 但是周围有兵线的情况下 没有荒芜的伤害呢 这个优鬼也是 对对方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威胁 TP这张比赛这个节奏 被这个人马的采加双人箭加卡尔天火 也是打断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但是这个对于TP来说 TP还没什么办法 因为TP几乎不可能去出挑战头肩 即便就是出了挑战头肩 都还只能是去挡这个 踩跟双人箭的一个伤害 所以他现在最靠谱的方法呢 就是去撑血量 出出处境装 安心的一步一步出自己的大件 然后把血量撑起来 靠升级去提升血量是没什么前途的 他的这个血量成长太低了 卡尔这边夹腿双刮件 然后A仗到手18分钟 这个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啊 这场比赛也是很有意思 VP这边 现在看看这个位置 腐王过来吼住的一个护轮军 护轮军这波被打死以后呢 看看还留住了一个人马 人马这里也是被腐王一个斩 直接斩掉 而且九仙的这个分身再往前追 没有追到 没有追到其他人 那么这样的话又是 击杀掉两个人 这里腐王那个跳好没有吼住 不够 这个卡尔并没有往树林里边走 如果他往树林里边走一点的话 这波就要被吼到了 上了RTC再推掉一个塔 那么现在RTC的经纪还是全场第一 久派莎的这场比赛这个死灵法 在自己有大的时候 没有跟自己的队友出去搞太多的事情 一直都是在等着这个人马 主要是靠这个人马现在带节奏 这场比赛他们倒也不是很着急 因为毕竟几方的这个一号位是一个优鬼 对方这个阵容呢 像毒狗啊 像是这个 TS啊 等等这些英雄 看见这个优鬼还是挺头疼的 而且EG这场比赛 由于阵容的特点 他没有什么人特别适合去出敌子 这个道具 没有人适合去出敌子 跟这个 那个叫 那个就是 这个地方要给天火加斩了 nice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粗暴的一套组合 就是配卡尔天火 各种配卡尔天火 这关毒狗关一下 这里给上一个诅咒以后呢 回头再给一层毒 而且这场比赛有意思的是 还没有出现这个 哎 福王这个跳火吼到了人马 卡尔这个发吹风 这个吹风 给的很准 人马这里开大 想要去反打 卡尔这一追着福王在 哎 这个福王肯定是没了 TS已经成功的撤退 这里火焰追 拉住了TB 这个TB怎么办 TB这里被睡一下 看看TS 这个位置 哎 这麦都才惨出 nice TB直接被打死 再干掉一个毒狗 这波又是追出来一个零换4吗 还有没有再往前追的机会 TS跑得稍微有点快 哎呦 VP这场比赛 这个团战打得有点厉害呀 你别说 这还是在走拍热闻圈没来的一个情况下 下路追出来这么好的一波团 完美 话说VP这个队伍 其实单纯的就是说 团战的这个处理上来说 呃 他们的团战细节处理的能力 其实并不如 按道理说是不如这个EG的 不过这场比赛发挥的是真的好 不过这场比赛发挥的是真的好 和卡尔反超了 呃 这波这个卡顿 这波这个卡顿有点僵硬 我现在还没法退 他这波马上要开悟找到人了 不行了这个没办法了 必须得必须得重新联一下了 必须得重新联一下了 没有办法了 看看这个设定里边 哎呀就怕这波是直接一张TP流走了 没能留住 那么这波开悟是一个零收益 TB目前经济呢 虽然勉强是能够跟对方的第一集团呢 能够跟上 呃 但是现在这个正面团打不过呀 TB没有BKB的情况呀 正面团没法接 卡尔这把一天火 nice 又是一个跳踩加双人剑加天火的一个组合 简单粗暴 主要人马的这个踩 确实控制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人马这个跳踩满集可以达到2.75秒 也就是说 对于卡尔来说 他有一秒钟的反应时间 都可以让他把这个天火完美的放出来 EG现在有点像老干爹了 苏美尔有多多点宝天啊 替自己刷 你这个话说反了 EG转成这种4保1的节奏 比这个老干爹要早 就是现在把这个套路执行的最早的是 最早开始在这个大赛里面敢这么打的是秘密 然后EG是紧随其后也是转成了这种思路和打法 老干爹比他们转的其实要晚 这波应该是RTC的BKB第一波 然后在这个高地上面打一波这个打一波团 独口这个位置开一看 这TB TB这个变身 TB都开出来了 先秒一个solo 然后这个转身开始输出 这个优鬼不敢上 这个时候一个斩 斩掉了EPS 好惨啊这个 98点这个位置被ace以后 RTC现在血量有点低 应该是想找人去换血 不过没找到合适的目标 而且为什么这个9仙的熊猫 小熊猫一直没有控制 我现在很奇怪 这时候TP再过来输出一波这个优鬼 这个优鬼有点打不动啊 这个时候 让他前四也感觉又是白死了 No One也是有了BKB 这波BKB开起来以后呢 看看这个再往前追 独口这给上一个点灯 RTC这个位置 RTC这个位置量了 这里吹方加天火 落地直接打死 Nice 这样的话 一支一档比赛 是真的就凶多吉少了 因为这个是他们最好的一波机会 卡在这个高地打滴滴的一波 这个TP的BKB 而且是TP用自己的这个BKB 成功的去躲开了人马的这条跳踩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仍然没有能够打赢这波团战 王一个买活 这里卡上一发天火 我中 这里Credit要凉了 Credit被打死以后这个肉山 回来接着打 王好像是个买活死的 这也是有点僵硬 但是这个拉米西斯这个血量有点虚 看看九仙又复活了 复活以后 有没有过来一条跳踩的说法应该是没有 不敢不敢进去了 这个VP这样比赛打的真的有点厉害 现在TP的经济还能勉强维持在拳掌第一 也是真的不容易啊 这个ATZ 有鬼这边是分身赴以后 开始去补灰奥 这灰奥也马上做出来了 有鬼的灰奥一做出来的话 正面团现在TP一个人的伤害 不足以去打死人 不足以去打死对方的大哥吧 应该更准确的说是 而且上一波团战这个 九仙的操作出现了点问题 他的两个有两个熊猫在这个高地上面傻站着很久 只有一个风熊猫追出来 这场比赛现在主要能够去提高这个EG的输出的 团队输出的应该就是 等一会儿要靠这个毒狗的 变这个TP的幻象 这个应该是待会儿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激战力的这么一个东西 TP这边分身赴做出来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呢 EG现在落后的是7000 27分钟7000 7000的经济差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方这个阵容是一个卡尔加U鬼的一个阵容 你的团队经济差落后对方7000 这个就有点妖兵了 GDATZ是开了双倍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这个隐身符 上来跳吼吼住 TP开变身 KBKB上来 一个倒影 开始找人输出 但是直接被一个魔爪拉住 这个时候一个斩斩死虎王卡尔 这里被换血了 卡尔几个平A以后切了隐身往回撤 看看TS的现在这个血量 这个TS的一个T是空了 空了 TP这个地方又是被U鬼直接贴身切死 EG可以GG了这样比赛 EG这样比赛已经可以GG了 他们现在团战已经完全没办法接了 如果一个急冷留住以后呢 9000也被打死 只剩了一个毒狗 已经可以GG了 这场比赛 打不过了 现在已经完全 就在自己的人 几乎每一个人的站位 都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 强行跟对方开了一波正面团 但是仍然没有打过 这场比赛感觉EG打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感觉他们的一个状态不太好 就是整场比赛都打得特别着急 可能是因为自己拿了一个偏推进的一个阵容 再加上对方这个 一号位有一个U鬼 中单是个卡尔 他们觉得这个 这场比赛前期至少前中期不应该打成这样 现在U鬼已经是在顶着你的这个TP输出了 已经不是躲着你了 已经直接是顶着你输出 而且是顶着你输出的情况下 你看你还打不过他 现在已经把它弄回了 等级方面目前VP也是全线领先 EG看一看正面团现在完全打不过的情况下 EG现在其实很难有机会去找到翻盘的点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优鬼这个点支援很快 只要你第一时间抓的不是我优鬼 你抓其他人的话我优鬼都可以过来反打 死灵法往前面一顶 然后卡尔随时准备用这个吹风去打断你的一个集火 优鬼直接开大去找你的后排 就是他现在VP这个阵容容错率很高 除非EG能够去抓住对方优鬼落单的机会 去把这个优鬼完成一个击杀 就是杀两次优鬼 杀一到两次优鬼以后 然后我就不杀你优鬼了 因为杀一到两次以后 对方这时候肯定要开始去蹲这个优鬼 你再杀的话很有可能就要被迫变成一个被迫开团 现在VP因为场面上优势 他优鬼肯定是有很多的时间会放单去刷钱 目前在经济方面的话 把TZ继续保持在权杖第一 这场比赛如果说还能继续拖下去的话 还能继续拖下去的话 TB的大炮是一个翻盘点 大炮冰眼是一个翻盘点 但是TB这场比赛想拿到大炮冰眼的话太难了 他冰眼差不多能做出来这场比赛 但是大炮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团队经济差现在差着一万两千多块钱 除了他自己以外 其他的队友几乎是一个零输出的状态 就他自己一个人的输出 他要想打赢这个团战的话 他至少打出来八千到九千的伤害一波团 但是八九千的伤害 这个对于一个TB来说 真的是不太容易 这块直接秒杀这个TS吗 TS3开的BKB 就有直接被秒前四野 这个地方大招开不出来 开不出来 直接被秒杀 讲到瞬间被秒了四个 TB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被幽鬼起脸了 一个经济全场第一的TB 被对方的幽鬼这么起脸 你说这个团战 TS主要第一时间直接被魔爪钻住以后 他的BKB一开 开出来BKB以后还是不行 这样中路兵线上来 VP可以直接破掉两路 一个人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直接可以GG了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VP的这个表现是真的有点有点好 这个TBBKB加上一个换血 然后用BKB这刚刚还顶掉了对方的一个这个斩 但是卡尔这边开几个BKB以后 苏妙苏现在的BKBCT还没有好 王出来以后也是没找到人 看到了卡尔砸了一把粉 这个时候留住了一个这个死定法 留住NEC这个地方 哎呀 九拍上这个地方就是直接杀掉了这个TS TS里各种连续被击杀 王这个跳好没有吼住 九仙拍了个地板 留了一下卡尔这里直接吹风陨石磁爆 一套技能把Cred再加一个急冷 幽鬼过来以后一个平A之下死 人马一关一刀才踩住了TB TB这个位置被对方继续起脸 这里人马开一个大招 换血换出来了 这波巨人 反杀掉了对方的一个人马 这里再一顿合击打掉solo 躲开卡尔的这个毁天灭地 不过自己继续被幽鬼起脸 这样的话就 就没有必要了 五个人团灭了已经 只剩TB一个人能买活 而且TB并没有变身 那么这一波出来的话 也就是看一看对方 不得不说这样比赛 VP的这个表现是真的有点好 真的有点好 对方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看看EG这场比赛的一个结尾时间是打算 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在考虑下一场比赛的这个作战的一个方式了 这场比赛现在落后了两段二的经纪 而且VP这场比赛从头到尾几乎可以说没出现过任何的失误 诶 这个 鸡还死了 我去 鸡还死了 这个是运着TB的冰眼的鸡还死了 哎呀 大叔网上有说老干爹打假赛的传言是真的吗 你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问题啊 就不要传 你知道吧 这种问题就不要传 谣言止于智者 你知道吧 你可以不去分辨这个 这个传言的真假 你只需要不传 你就是智者 只要一输了 怎么说的都有 对吧 还有说 还有说内讧的 有说吵架的 有说打起来的 有说这个 有说打假赛的 那赢了的时候怎么也不说呀 对吧 赢了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打假赛 他们一定是 他们一定是买了外围 买了自己赢 所以他们这场比赛赢了 怎么没有这种说法啊 非得输了才是打假赛 赢了凭什么不能打假赛 没有意思你知道吧 谣言止于智者 当智者并不难 记住了 记住我这句话 当智者很简单 不传谣言 你不传就行了 真假你不用去纠结 不传就可以了 看看这波VP这个优鬼 一个连花 一个这个林肯直接套在脸上 TP走到侧面来过来给人一个倒影 酒发上这里一个大哥加斩 顺秒掉了一个Fly Fly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果断买 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果断买活 果断买活以后 然后其实尽可能多地创造TP的幻象 果断买活不需要犹豫的 其实这个时候他根本 这个林肯被S4的一个酒物给破掉 看一下TP 冲过来以后倒影 开被分身 这根的冰眼已经拿到手里了 因为鸟已经活了 然后先怼死一个霍乱支援 但是房也已经凉了 拉米西斯因为现在山上是有盾的 所以不是很慌 然后卡尔一个毁天灭地 这个伤害打得还不错 这个RTC这波没有能够换出血来 没换出血来 直接被打死了 这样的话拉米西斯只是交到了一个盾 再加一个混乱支援 就已经把EG里边的大哥给击杀掉 那么没有了TB 没有了这个冰眼的TB的话 这个上路高地是不可能守得住的 这场比赛这里人马的一个跳踩过来 又给一刀直接摸死不赖 这样的话EG这场比赛已经是被对方骑到泉水里面输出了 骑到泉水里面输出了 还不退吗 还不GG吗 那这样的话EG打出GD 这样的话恭喜VP在双方BO3的比赛当中呢 是先下一城 先下一城 有点意思这个VP 这个VP这个状态好得有点吓人啊 你别说 这VP不会是要夺冠了吧 这不会是要夺冠了吧 这个 这个有点凶啊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双方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这个VP的比赛 这场比赛却是打的行云流水一般啊 非常非常的顺畅 而且几乎没有犯过错误 配合和团战也是秀的飞起 我觉得这场比赛按照这个状态打的话 这VP真的一副要夺冠的鸟心 行了 这场比赛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是三王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 谢谢大家